這個無意識的 他醒過來但是他無意識 他自己在做什麼他都不知道 譬如說我們幫他包尿布啊 他就會自己去扯掉它 然後弄得全身都是忽悔的 照顧先生 然後我想到孩子 還有往後的生活的情況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小姑 他知道一些可以有資源的管道的時候 小姑都會去幫我申請 所以那個時候我也來不及去想 這樣的接受別人的幫助是好還是不好 沒有來不及去思考到這些的時候 那兩年的日子真的 可能不知道怎麼過 因為也不可能說都完全靠親戚的幫忙 所以是很感謝有他們的捐款 然後我們才能夠撐過那個 最不容易撐過的 然後到現在生活就穩定 對 謝謝你 我以為不會講話 我會謝謝你 我還是希望這些孩子可以好好的學習 然後 因為我覺得如果他們願意好好的學習 他們的未來才會有走出他們的一片天 所以我從別人那裡領受的 我覺得我能夠給的就去給他們 然後其實也看到這些孩子們 真的有一些孩子或者是他們的家長 有的時候會有很感恩的一個表現 或者是會想要給你一些什麼回饋的時候 其實對我們來說就是很大的一個鼓勵